藏阿迪卡游泳们 飞机票准备从普吉买到曼谷的时候 价格已经涨飞了 不过还好有夜间巴士可以选择很适合特种兵们 先从普吉镇坐粉色双条车到汽车站 给大家看看它长这样 汽车站是第二汽车站 在12购买好票之后来这时就好了 这几班巴士都是到Market 大家忘记如果去曼谷 一定要至少提前个四五天买好飞机票 出发了再见了普吉 普吉很容易见到中国元素质的华人比例约为七成 乘务员开始发饮料 发毯子 发小饼干 过了这个海峡就出普吉府了 路上的景色也挺别致 这是啥俺不知道 这是干巴的椰子树 这是新鲜坚挺的椰子树 服务区终于停车了 这泡尿壳给俺憋够呛 服务区可以看看买点啥特产 我看也没啥特买的山东大花生来凑什么热闹 外餐很多炒菜很符合中国人口味 价格实惠四十到五十泰铢 这是我吃过这种吃的咖喱机 就是量有点少 睡一觉醒来四点三十分到曼谷了 咱就是说这大巴真的很适合特种兵旅行 开始拿行李去酒店了 咱就是说这车可是挺累腰 这个点可是各府的车都进曼谷了 这里也是曼谷最大的交通枢纽 火车汽车地铁都有 不冷了我要去歇歇腰 可是。。我们都不等了